有思想的物質就會引起創新或者形成新的事物 總而言之,有種有思想的物質可以用來創造所有的事物 而且它們以最原始的狀態充斥著整個宇宙空間 人類可以根據思想來組成事物 通過將自己的思想加在模型的事物上 就可以創造出它想像中的事物 思想是通過模型物質產生有形財富的唯一動力 被用來構成事物的東西是一種可以思考的物質 而且這種物質的思想會產生另外的形式 原始物質按照它的思想運動著 我們在自然界中看到的任何認識和過程 都是對原始物質思想的表達 當模型物質上到一種形式的時候 它就會採用這種形式 當它考慮行動的時候就會開始行動 這就是所有事物的創造方式 我們生活在思想的世界裡 這個世界只是思想宇宙的一部分 會思考的物質採用自己的思想形式 而且按照自己的思想不斷發展 按照日心說的觀點 宇宙也採用了自身形式 而且按照自己的思想運行著 每種形式的思維都會帶來形式的創新 它們都在考慮物質 但是通常來說 它們都是沿著已經建立起來的行動路線發展 講到建築物 即使它已經形成了一種抽象概念 也不可能馬上引起新房子的建造 但是它會將已經存在於交易中的創新能量 轉變成各種途徑 以加快防止的建造速度 而且即使沒有這些創新能量 防止也會通過最原始的物質來直接建造 形式的思想如果沒有引發創新 就不可以被認為是最初物質 人是思想的核心 而且可以創造思想 所有人類用雙手建立起來的時尚形式 最初都存在於它們的思想裏 人不可能創造出一個還未想好的東西 到目前為止 人類已經最大可能地 將它們的努力用在無形的物質上 人類已經對世界的物質進行了加工 而且尋求著改變和調整的機會 它們從來沒有考慮過 要將自己的思想留在無形的物質上 以盡力引發新的創新 當一個人有了思維模式 他就會根據自然形式的材料 在頭腦中定現這種形式的圖像 或者到了目前為止 他還很少或者未盡力去和無形智慧合作 即是與上帝合作 人類還未想到能夠按照上帝的方法來做事 人類通過手工勞動來改造現有的形式 卻沒想過是否可以通過物質交流思想 用無形的物質來創造事物 我們提議來證明它可以這樣做 證明每個人都可以這樣做 而且可以向我們展示怎樣去做 第一步 我們必須提出三個基本的陳述 首先 我們斷言 有種原始的模型物質或者說是物質 可以用來製造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這些東西表面上的元素 都是一種元素的表現 所有無機和有機世界裡可以找到的物質 形態都不同 成分卻是一樣 這些東西是有思想的 有思想的它們還會創造出新的有思想的形式 人類是思想的核心 擅長獨創的思維 如果人類能夠有思想的物質進行交流 這種有思想的物質就會引起創新或者形成新的事物 總而言之 有種有思想的物質可以用來創造所有的事物 而且它們可以以最原始的狀態充斥著整個宇宙空間 物質中的思想創造了被想像形成的事物 人類可以根據思想來組成事物 通過將自己的思想加在模型的事物上 就可以創造出它想像中的事物 可能有人會問我 是不是可以證明這些結論? 其實根本不用詳細深入 我通過邏輯和經驗就可以證明了 追溯到形式和思想的現象 我想起種原始的、可以思考的物質 想到它 我又想起了人類的力量 可以形成它想要改變的事物 而且通過實驗 我發現它的推動是正確的 這就是我最好的證明了 如果一個人讀了這本書 而且按照書中的方法和準則行事 而變得富有了 這就是對我的觀點支持的最好證明 如果每個人都是這樣變得富有 這樣它就是個正面的證明 這些原理和準則是經歷了這樣的過程 而失敗之前都是正確的 不過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失敗 因為每個人如果嚴格按照書上教他的去做的話 肯定會變得富有 我說過 人要變得富有 必須按照特定的方式去做事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 我們還必須按照特定的方式去思考 一個人做事的方式是他思考問題的直接結果 想要按照你所希望的方式去做事 你必須掌握你所希望的思考方式和思考能力 這是邁向呼籲的第一步 按照你自己的思考追求的是實質 而不是表象 每個人都有與生俱來的思考問題的能力 但這種思考比思考事物的表象需要更多的努力 根據表象思考是很容易的 拋開表象去思考實質卻非常費力 這樣比其他任何工作需要的精力都多 沒有哪種工作會讓大多數人 好像他們退出持續思考那麼退縮 這是世界上最難的工作 當事實與表象相違背的時候 這一點尤為正確 物質世界的每種現象 都會在人的頭腦中產生相應的形式 唯一可以防止這些發生的 就是我們對真相的認識 在乎疾病的表象 你的頭腦中就會產生疾病的形式 最終你的體內也會產生疾病 除非你可以對真相有清晰的認識 你根本沒有病 這只是表象 在乎貧窮的表象 你的頭腦中也會產生相應的形式 除非你保持著這樣的信念 生活中到處都是財富 被疾病的表象所包圍的時候 考慮健康 或者在被貧窮的表象包圍的時候 考慮財富 這樣都是需要一定的力量的 掌握這種力量的人 就可以成為一位心理大師 可以戰勝命運 可以擁有他想要的一切 但是只要靠掌握表象背後的基本事實 我們才可以擁有這種力量 事實上有種思考物質 所有的事物都是由他組成的 也都是由他產生的 這樣我們必須掌握一個事實 每種思想都會變成一種形式 而且人們可以加深對他的印象 而令到他變成可見的事物 當我們認識到這一點的時候 就拋開了所有的疑慮和擔憂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創造出我們想要的東西 可以得到我們想得到的東西 也都可以成為我們想要成為的人 作為邁向富裕的第一步 你必須相信在這張前面提到的 三個基本陳述 為了強調它們 我再重複一次 有種有思想的物質 可以用來創造所有事物 而且它們以最原始的狀態 充斥著整個宇宙空間 物質中的思想創造了 被想像形式的事物 人類可以根據思想來組成事物 通過將自己的思想 加在模型的事物上 就可以創造它想像中的事物 你必須拋開宇宙間 所有其他概念 只是保留一元論 必須仔細研究它 直到它在你的腦海裡根深蒂固 變成你的習慣思維 一片又一片地仔細閱讀這些信條 將每一字都刻在腦海裡 仔細思量 直到你深信其言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 就將它作為一種罪惡拋在一邊 不要聽那些和這個論點相違背的東西 也不要去那些 傳授相反觀點的課堂 去聽些什麼講座 不要閱讀傳授相反觀點的雜誌或書籍 如果你混淆了你的信仰 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勞的 不要問為什麼這些東西是正確 也不要疑惑它們怎樣就是正確 只需要簡單地相信它們是正確就夠了 智乎的學問也就是 從你對這種信仰的絕對接受開始了 沒有問了 是在這門教程中 是正確的信仰的 沒有問問 有時候是正確的信仰的 有時候會找到 那些人去做的信仰的 有時候會找到 我會有什麼 我們來自行想說 是有時候會有信仰的 有人會有信仰的